我们现在到了有潘雅小瑞士之城的一个地方了 潘雅小瑞士 对 或者叫Blue Lagoon 就是因为它这边有一条湖吧 还是河 河南 应该是一个湖 以前是一个采矿场 对 对 然后这边还真是挺难的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泰国游客 泰国本地游客来这里 然后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外国游客 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就是非常疑惑 不知道用英文怎么搜这个地点 在谷歌地图上面就没有相关的地点 只有用泰语搜才可以搜到 这水里好像没有生物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威姨姐你小心点 好难呀 嗯 你说这这湖 我想看一下下面有没有鱼 还是没有鱼 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鱼 小一点很滑的哈 嗯 哇 这好滑呀 没有生物哎 你看这个里面它有颜色的 嗯 对 但是一条鱼 一个生物都看不到 说明它这个水里面应该是有东西 是吗 我感觉 也对啊 一条鱼都没有哈 对啊 来 你蘸一个 嗯 看是咸的还是淡水 淡水 为了欣赏这片湖泊的全景 我们再次神空无人机 湛蓝的湖面与周围翠绿的松树 交相辉映 呈现出一幅美妙的画面 微风俯过 松树发出沙沙声 湖水也泛起了涟漪 这座湖坐落在群山之中 犹如一颗蓝绿色的翡翠 镶嵌在山脉之间